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造奇迹靠的是什么 刘周豪一度坚信靠天赋 2015年18岁的刘周豪参军入伍 新兵训练阶段 他就展现出神枪手的潜力 首次步枪实弹射击 他打出五发五中的好成绩 随后每次打靶 他次次都是满环 凭借骄人成绩 刘周豪下连定岗时 如愿成为一名狙击手 走进了高手如云的狙击手集训队 然而此时 天赋出众的刘周豪才发现自己能力并不出色 原来与突击步枪不同 使用狙击步枪射击时 射手需要综合考虑距离 风向 风速 气温 甚至湿度等因素 他既要瞄得准 打得稳 更要算得快又精确 而这恰恰是刘周豪的弱象 以此战术应用射击考核 他弹道计划失误 第一发子弹拖把 继而被取消了继续射击的资格 对此考核组给出的理由是 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开枪的机会 为把握住这唯一的机会 刘周豪下足笨功夫 他利用半年时间 每天加班加点备集数据 所用枪形射表中上万组射击参数都能熟记于心 持续的努力 令刘周豪的射击水平突分猛进 下连后 首次年终考核 他打出了首发命中 发发命中的好成绩 此年 他被确定为旅队一号射手 并创下从观察目标到完成激发 仅用时8.1秒的新纪录 刘周豪佩戴着二等功奖章 登上旅队练兵备战标兵世纪报告会的讲台 他动情地说 先敌一秒出手 战场就多一分胜算 我愿做一颗子弹 随时准备出堂 很快 刘周豪就迎来了子弹出堂的机会 2019年 陆军组织狙击精英比武集训 刘周豪代表集团军部队出征 从集训第一天起 一场场针锋相对的比拼随时唱演 练眼力 神枪手们用针线穿大米 别人一次穿50粒 刘周豪红着眼睛也要穿够100粒 练臂力 大家用枪口端蛋壳 别人坚持一小时 刘周豪能拒枪两小时 这次比武集训 入伍不到四年的刘周豪 凭借总分774.86分的成绩 被评为狙击精英 成为陆军当年表彰百名枪王中最年轻的一位 此时 他伸出不满老钱的双手 笑着对新兵说 唯有千锤百练 才能练就一枪毙敌的硬功夫 好了 本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